脑梗塞案例 至医院就诊 2013年1月6号周日 早上再到医院注射点滴 但反而更加的严重 头晕且呕吐 甚至无法站立 进行脑部检查 诊断视为小脑中风 下午转诊至彰化某大医院 下午2点46分 做胸部X光检查 2013年1月7号周一 血液尿液检查 下午8点53分 医院安排进行MRI核磁共振 诊断为梗塞性脑中风 2013年1月8号周二 安排心脏超音波检查 2013年1月9号周三 住院第四天 开始出现嘴巴歪斜 及眼睛无法对焦现象 无法起身走路 并于早上UIL超音波检查肝脏 曾太太因其先生病情恶化 开始担心四处寻求协助 紧急联络南投中心新村 原始点推广处志工 志工开车前往医院探视 与下午6点左右到达 开始以原始点处理 1.推按头部、颈部、上背部之原始点 2.吃姜粉一小汤匙 3.温敷相关原始点 2013年1月10号周四 该部位之栓塞已完全消失 2013年1月11号周五 经医院诊断 脑栓塞已消除 已可出院 2013年1月12号周六 出院回家 志工前往按推 及指导内外热源的使用方法 并与家属强调 运动及饮食调整配合的重要性 志工与曾先生谈话过程中了解到 曾先生因住院及回家过程 无法确实温敷 嘴巴又歪斜 志工随即帮他按推 2013年1月12号周六 按推原始点前 失作原始点后 嘴巴又回正 嘴巴回正后仍失与温敷 后继 2013年1月13号周日 曾先生经失作原始点后 再经24小时温敷 症状完全解除 也因此了解到温敷的重要性 一转达他 特别感谢张昭汉医师 与志工们的帮忙与付出 2013年11月23号 街头散布买菜 前后历经十个月